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里是最容易孕育亿万富豪的地区 只有香港 香港 英国的智库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 总结成为亿万富豪有三条秘诀 第一个 移居香港 第二个 从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第三个 在英式法律制度下工作 这三个因素是这一千个 全球一千个亿万富豪产生最多的原因 香港 因为在香港他创业或怎么样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 赶快把这个钱拿去投资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隔两天你就是亿万富豪了 太有意思了吧 而且其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蓝桂坊 你每天以蓝桂坊为家 蓝桂坊之父是谁 Ellen Seaman 叫中文名字叫圣志文 他在加拿大很聪明 他十七岁 就赚了第一桶金 不晓得作为一个小生意 从同学 从他的社区那边赚了第一个一百万加拿大币 结果他发现他拿回家只拿到四十万 其他都给谁了 缴税 然后他回到家干什么 第一件事打开门一进去了 就拿一张地图出来 然后据Ellen Seaman自己说 他说他妈妈过来说你干什么 看地图 他说我要找哪个地方是可以赚到一百万 这不用给了百分之六十政府的 然后找了半小时候的时候 I got it Hong Kong 然后就移民香港 来香港 后来就成为你所说的一万富豪 他是活生生的例子 没错 香港我觉得人人都是千万富翁 我现在一看房子我明白了 上海北京也差不多了 他住的房子市值就至少两千万港币 你说他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千万富翁 但其实香港私人拥有物业的人数没那么多 但是还是亿万富豪最密集的 他很多时候他不像大陆 可能富豪都很有名 你看香港真是多少人闷声大发财 你知道我这一看房子我才知道 这香港这种鬼鬼祟祟的有钱人太多了 李嘉诚是有名的 你比如包括地产经济一过 说一个破房子 说这个你看我刚卖的 一亿三千多万港币 他说我用金就拿了三百万 你就这么一个小次老就是一下 一天他赚三百万佣金 买房子的这个人你都不知道是谁 就是所以说香港人很多有钱人 那真是你完全不知道他 可是你要倒过来看 好多有钱人没错 可是你所说的有钱人里面 有一半不是香港人 特别你说的去看房子的地方 现在好多年前的居民地年代 山顶怎么讲 在中环往山上走了 根本没有华人的 对不对 都是洋人 甚至曾经有一个时期 不准华人住上山的 全部保留给欧洲人 OK 现在有点复古了 后来当年没有开放 现在往上面走 基本上没有讲广东话 我朋友有一个香港朋友住在那边 他说他住了十年 他退休了 看着整个社区 非常豪华的房子 一个至少上衣 五千万七千万 他说十年内 这慢慢几乎变成百分之九十 去讲普通话 然后整个住的生活环境也变了 经常半夜也被吵醒 因为半夜就有警车过来 一辆警车掩置 就抓了几个上市公司老板 就走 他说经常发生 我说都经常 他说大概一个月两三次 半夜不得安宁 他说是这样 因为坦白讲 能够买得起那种房子的人 不可能是白领 甚至不可能是专业的 你当律师也赚不了 一定上市公司的 很多都是我的朋友 我现在跟他们说 我说加油 把香港占领 把他们山头 咱们全给他插上红旗 但是说到这 我就要给大家 我准备今天的节目 把这个人民日报念一遍 又学习了 因为我要念 人民日报发表了谁的文章 比尔盖茨的文章 比尔盖茨最近有一个演讲 希望中国企业家多帮穷人 我最近看了一下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说的有意思 说中国的富人 购买了很多西方国家富翁品味的东西 艺术品 弯流私人飞机 DRC葡萄酒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DRC葡萄酒 然后爱马仕首带 但是比尔盖茨认为 他们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慈善啊 2013年中国前100位慈善家 总计捐款仅仅8.9亿美元 相比之下 美国前50位慈善家 去年就捐出77亿美元 其中仅仅这个Facebook的创始人 这个扎克伯格 马克和他的妻子 就捐了将近10亿美元 就他一个人捐的 超过中国前100位慈善家 富豪捐款的这个总额 所以呢 盖茨 他就呼吁 要叫我说盖茨这个人啊 功德无量啊 你爱这么一个 他你说首富 他每秒钟挣30万美金 现在说身家720亿美金 可是现在呢 他后来退了嘛 退了人家一心一意的 到他的这个基金会 他老婆的名字 这个基金会啊 他的四成身家 都投在这个基金会 而且呢 他还成功的就交朋友嘛 他跟这个巴菲特 巴菲特把自己的家产 也给了他的这个基金会 巴菲特这么聪明的投资人 为什么给比尔盖茨呢 因为比尔盖茨 我觉得他提出了个很牛的概念 这就是商人 商人 其实你想想看嘛 他赚那么多钱 无所谓了 我跟你说 对他来讲 实际上是把一件事做成功更重要 你比如说他给自己挣钱的时候 是要挣 挣多少钱 他现在推行这个慈善 他讲究的是什么 用商业的手法 是吧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投钱给一个地区 马上我得见到效果 一年我要见到效果 如果见不到效果 可能第二笔资金 我就不会给你 他是这么一种商业经验的这么一种运作 人家说他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啊 因为这么一个人 六百万条人命 六百万条人命 你说这个比尔盖茨来生转世 他得是投生在这个大富大贵之家吧 这个 不轮回 这个 假如你从功德的角度 直接西方极乐世界 这直接西方极乐 他已经大富大贵 还回来投生大富大贵 那不是 他去不了 怎么个大富大贵 他去不了西方家 因为他还有豪宅 他还没有全部设计 四成身家嘛 但是人家有人说 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他们都是属于会散财的人 就是说会花钱 比尔盖茨就主张 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 愿意的方面 比如说他喜欢豪宅 他确实他花很多钱 弄他的豪宅 这豪宅里弄的全是他喜欢的电脑的这种控制的东西 但是他喜欢做慈善了 他就一心一意的去做慈善 也要做到世界第一 这 没有这种我们常说新教伦理 他做慈善来彰显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我当然他那一集有那一集的做法 可是香港我觉得我蛮骄傲的 讲到香港 那个好多人老百姓 包括我们文道先生 经常捐钱的 捐了钱之后 做各种的工医的文化的事业 半句话不讲 我不讲也没人知道 他最近也捐了好多钱 给一些文化活动 对啊 反正我们有这个习惯吧 可能也可能英国年代的 我记得我们从小工医金这个概念 在香港 我们看到工医金 我记得几岁 已经我母亲替我们把我们的红包 拿去银行 传钱 传了 然后就捐出来 可能那成为生活的习惯 可是大前提当然在于 你捐完钱 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对吧 不会有人来嫉妒你 来骂你 来查你税 来罪问你钱 拿你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没错 你看这个比尔盖茨啊 曾经有 他说啊 他接受采访啊 曾经有人问过他 说你 你看这种问题 就很西方人的思维 说你这么有钱 你觉不觉得罪恶 他说有人采访他 问他 他说啊 应该把收入和支出 分别看待 他认为应该对支出 征收累进税率 而不是对收入征税 他说 如果我要感到罪恶的话 那应该是因为我消费 对吧 并不是因为我有钱 我的钱花在慈善事业上 我的钱进了穷人的口袋 这个是不是罪恶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消费 他说他认为应该对消费支出征收累进税 就比如说你可耻 你有钱 你全买了这个你自己喜欢的车了 红酒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给你征收这个消费的税 就你花钱的税 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他也好 巴菲特也好 美国几个差不多头二十位最有钱的富豪里面大概十几个我有印象 我们一直以为这些人一定是美国共和党比较右派的人的支持者 但这几年他们都在支持民主党 为什么 就是在税这个问题上 这些美国最有钱的富豪里面 这十几个富豪呢 尤其巴菲特跟盖茨是最明显的 他们一直主张 比如说收几种税 其中一个很争议的 在国际上面很争议 就是杜宾税 就资产累进税 然后或者说像比尔盖茨讲的这种消费上的累进税 然后他们一直反对共和党主导的这种税收更少 然后减小政府规模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就他们这种慢慢形成一种观念 最近不是有本书很红吗 叫21世纪资本论 是不是 那本书很红 他那个作者呢 是个法国经济学家 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他就大力抨击资本主义 必将走到一个贫富差距 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 所以他就主张的就是一个全球的针对资产的一个累进税 然后做一个全球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才有可能挽救世界 这种想法我觉得越来越多 而且是有钱人有 所以这共产主义啊 永远不会消失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认为比尔盖茨 你看物极必反啊 做一个资本家 他做到顶的时候啊 他的思想境界我认为已经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境界 他真的 他的演讲的头一段话就是说 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病因 全世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个我相信 为穷人投资所获得的回报 和在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 一样精彩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最近跟比尔盖茨啊 是一个境界的 就是说我想 前一阵不是这个什么吗 我现在知道了共产党啊 真是应该共产党 你知道吗 这个为什么当年共产党是那么样的时髦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心向共产党 我今天解决的 就是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前一阵这个狗仔队 拍这个明星 产生了这个明星和狗仔队之间的这个争议 矛盾 当时我就在说 我说这个 我认为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应该多多的去颂养 这个狗仔队那叫什么卓伟 是吧 陈昭华 什么谢晓 这样一些名字 我认为我们一定 所有的名人都应该想办法 让卓伟 陈昭华 谢晓 也成为名人 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 我不太相信人的相互理解 我认为真正的相互理解 只有异地而出 你的办法就是啊 让明星去当狗仔队 让狗仔队全成明星 他们就明白了 甚至于当这个这个狗仔队拍这个明星的时候哈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这个这种思想认识 我想到的根本不是你们这些娱乐八卦 我一皱眉头 我想起的是什么 我想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贫富差别 只要是还有三大差别 只要还有明星和非明星 只甚至只要还有出名和不出名的人的差别 狗仔队就永远也不会消失 你是我这个思想认识 你知道 你说半天我还没看清楚 你跟比尔盖茨怎么个同一个境界 军贫富吗 不是 我是说啊 所有的矛盾 不管你这个富人名人活得不安全是吧 活得很很烦吧 甚至有些时候要富人嘴上不说出去 心里就骂你们这帮穷人是吧 他恨 他为什么 他就觉得穷人也很多时候太掉价了 对吗 可是你知道真的能够做到让你有安全感 要不说共产党想的是一时实现不了 但是实际上也你得承认是最彻底的办法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消除差别 没差别就没这事 可是我想我想把事情拉回 我现在理解到你的思想高度 我很佩服 但我想讲一个比较低端的问题 这个低端的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比尔盖茨这番话在中国肯定很回响 因为今天大家都很仇富 大家觉得像中国的富人 买名牌买奢侈品 不愿捐钱怎么样 我觉得的确有很多富人是他们的行为或者是倾向是很有争议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想想看 为什么中国今天的富豪 中国的人有钱在世界有名了已经 对不对 我们征服了全球的奢侈品的商店 但是为什么不太愿捐钱呢 我们想想看情况是这样 第一 中国的税收其实是相当多的 中国的税率也并不低的 所以很多人在尤其在中国很多老百姓 我认识也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们会讲说我们捐了很多税 不是捐 我们交了很多税 上哪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很多贫苦老百姓 我们说哎呀 这很多山区的小孩上学都成问题 那学校为什么是要我们富人捐钱建呢 那义务教育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吗 政府是没钱吗 我们交了税啊 政府也不见得没钱啊 钱到哪去了呢 所以他们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你不要说税了 中国现在的疑问是不是税 我们捐的钱你都花到正地方 没错 没错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要这些富人捐钱吧 他捐给谁 他捐给谁 他我们中国有多少可以接收捐款的渠道呢 跟美国能够比吗 美国有成千上万个基金会 成千上万的NGO非政府组织 中国有吗 中国的我们大部分这些社会组织 他要募款 他要筹款 他经过的管道就那几个 比如说中国红石智慧 然后你捐钱捐给这个机构 这个钱原来是要经过红石智慧 你相信吗 那么到了最后 他说好 那我们学比尔盖茨吧 比尔盖茨怎么办 比尔盖茨是 他认为现在的基金会跟NGO有点问题 就是不懂得用商业手法经营 对 所以他才自己成立自己搞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中国的富豪说 那行 那我们也学比尔盖茨 我们自己弄个基金会 自己来行散 那就等于你自己成立一个NGO了 你在中国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 要推动社会工作 你要面对多大的困难 对 你要跟多少衙门打交道 对 你要干多少事 当你想象了所有这些环节之后 你作为一个有钱人 你想捐钱怎么捐呢 而且还有个环节 你刚用困难两个字 已经太轻松了 应该是说多大的危险 你暴露了原来我那么有钱 没错 政府查理税 人家会来骂你 种种的绑架等等 那你那么危险的事 谁要干 谁都不愿意干 对你比方说 就连李连杰一基金 我觉得李连杰先生 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做一基金 做得我 因为是很信任 他做这些事 但连他这样子 也要被人说什么 他们这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摸了多少钱 其实那个数字 你只要一看账 基本账你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还是会被人这么讲 但是你说这个不是那天也有人说吗 说这个上帝啊 让你做好人 就是对你的奖励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好人没好报 现在有一种 这个这个来自宗教的这个这个 说法就是说 上帝让你成为好人 而不是一个坏人 已经是对你的奖励了 那帮我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哈佛大学有个终身教授 叫穆莱纳森 最近他的一个跨学科团队 完成了一项研究 这个他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 他这项研究发现 这个穷人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你必须要让穷人变富 穷人要老这么穷 他永远不得翻身 因为穷人会越穷越傻的 这是他的研究结论 一个是穷人 一个是忙碌的人 和没时间的人 他发现呢 就叫稀缺资源 因为穷人呢 太多的这个精力啊 花在为了这个稀缺资源 比如说为了钱 甚至为了一口饭啊 而精打细算当中 所以呢 使得他的这个头脑啊 没有一个让他成功啊 需要的这个远见 判断力 包括他说跟什么人 很类似啊 跟忙碌的人 就没有时间的人 同时干好几件事 这种人呢 你的头脑啊 全被具体的事情 沾满了以后啊 你的头脑闲不下来 就缺乏呀 进行判断 所需要的 他叫做心力 他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用个英文的词 带宽 就你这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个词 你这个头脑没有带宽 他发现呢 你这个穷人 为什么会越 他就说会越来越傻的 你这个人 你像完全在这个事物当中的人 实际上你失去了一个带宽 让你看的稍远一点 让你去判断 什么是更有价值 你该做什么 他说穷人 这点我有体会 你知道像我们老一辈的很多人 你就发现他们呢 一直到很老了 就是吃 孩子 孩子不管做了什么 做了总统也是 哎呀 白宫吃的好不好 你知道你马上就知道 他是那种稀缺资源年代啊 养成的习惯 他的头脑全集中在了这个吃上 于是的确看上去 你这不是傻吗 他去白宫了 你还关心他吃的好怎么样 他 这就是傻 很重要 我每次听到类似的理论 我都蛮生气 因为以前坦白讲 六零年代啊 你是哈佛什么心理学家 那一套所谓的成就动机啊 有什么成就动机 他去车量了全世界不同国家的成就动机 然后呢 跟他当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成比例相比 他说你们没有成就动机不高 我觉得那是强者 信力者的语言 其实来来续去 应该是说人的人力机会 有没有给他条件 有没有给他信心 不要不要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对方这样子 这个不要太相信